万族自主 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 万族自主 唯有你赔的敬拜和专丑 万族自主 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 万族自主 万族自主 唯有你赔的敬拜和专丑 万族自主 万族自主 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 万族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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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赔的敬拜和专丑 万族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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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 再来一次 万族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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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告知你生命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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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Hallelujah,Hallelujah,Hallelujah,Amen,Hallelujah 是个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自主 主要唯有你,是配得一切敬拜和尊重 是个主,我们永远都来到高举力的生命 是直到永远,永远 主,这些早上,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耳朵 打开我们的心里,你听你的话 请这个话语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话 Hallelujah,Hallelujah,Amen Hallelujah,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自主,Amen 我们很开心,我们知道掌权宇宙万物的就是我们的主 我们也希望带着2023我们心中有很多计划 我们可以借着上帝的说话 就像刚才的诗歌一样 我们一生都是来敬畏神的,敬畏神的 感谢主 大兄姊妹,我们看到了 是不是很漂亮? 福啊,有三个福 我们相信我们都是蒙福的耳泪 对不对 我们都很感谢我们即称的大兄姊妹们 同心的出钱,又出力的奉献 除了这个金钱奉献之外 也都是奉献在他们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布置来 做这个生命的气氛的 Amen 接下来,我们除了我们的口纯的敬拜 我们都要来 这个是我们的金钱的敬拜 那我们收这个奉献之前 我们看一个经文,好吗? 没有播出来,不要紧 可以 在《伊佛所诗》一章大三节 袁崇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熟灵的福气 很感谢主 那么我在准备这个奉献的经文的时候 上帝再次让我看到 因为蒙福 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儿女 然后接下来,我们做的什么呢? 我看到标杆这两个字 标杆这两个字 让我看到是 因为刚刚过去上个月去年的时候 你是Elisha Camp的主题 再次让我看到 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儿女 这次我们要带着 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继续在这个新的一年 为上帝的天国 去发挥这个天国的影响力 好吗? 我们知道这个经文有讲到 天上各样熟灵的福气 我们知道蒙福是因为 为什么有蒙福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可以将这个福坟 可以传给我们身边 可以祝福到身边的人 上帝按照 我们是被揀损的 接下来 跟着之后 我们已经预定了 我们上帝接下来 是怎样去回应 上帝给我们的福坟 是怎样去做 上帝去发挥这个天国的影响力 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 是很被这个环境所影响 但是上帝的说话 是不会改变的 只要我们跟随上帝 跟随上帝的说话 跟天国的这个角度 我们的看法是对齐来说 相信大家我们都继续这样去蒙福的 是吗?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祈祷 是 阿伯天父 主耶稣基督 满心感谢你 知道我们活着 是要一生来敬拜你的 知道上帝你所赐给我们的 是按着各人的需要 你所赐给我们的 因而你所给我们的 我们可以传达到 可以祝福到身边有需要的人 用我们可以用实际的行动 发挥这个上帝 你从这个天上 给我们的这个恩赐 来祝福到更加 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用我们的生命 可以荣耀主你 用我们的生命 可以跟神的角度 人生来对齐 在新的恩怜 我们可以更加安着 上帝你给我们的这个旨意 来荣神亿人 做一个见证日 主要多谢你 我们感恩祈祷 来事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求 阿们 有一点 2或4 4 3 4 5 8 6 8 然后这个就是建同基金的户口是 Grace Assembly Evil AG Building Fund 户口是31840-8310 今天一个报告是接下来 我们知道年初一 1月22日是年初一 然后教会仍然是有聚会的 都有这个新年的庆典来的 时间 进去 时间就是9点到10点半 所以是年初一的时间是有点调整 是提早的 希望我们藉着这个新的一年 都可以将这个最新的一天 我们都是奉献给主的 好吗? OK 大家 好的 感谢主 今天我们都是邀请到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这个刘永特牧师 来到正道 我们分享上帝的说话 我们来 欢迎 掌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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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感谢主能够再一次的 来到恩典堂 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未分享之前 再一次多谢教会 多谢黄牧师的邀请 还有信任 希望我能够今天 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成长 Amen 我相信今天我们能够得着 多少是在于我们的心 向神打开有多大 希望大家能够专注神的话语 我相信今天神要和我们说很多的话 OK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 是有关于金钱 或者是财务有关的信息 那么想问一问 到底我们心目中的上帝 或者是我们心目中的神 怎么为之是一个好的上帝 好的神 为什么我这样问呢 当我这样问的时候 是反映出我们的信仰的观 是反映出我们人生的观念 我们到底一生要追求些什么 那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 我们来到主日崇拜 是为了我们要旅行 完成我们信仰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来到崇拜 来到赞美 来到奉献 来到释放 是要认识我们的神 所以到底我们所认识的神 是一位怎样的神 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 我们不能只是来到教会 去旅行 去完成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方式 我们今天来到教会 真的要好好地去认识 这位爱我们的神 我们今天来到教会 不单止是来到给金钱 给奉献 不单止是这样 我们今天来到教会 真的要认识我们 这位爱我们的神 认识祂的神性 认识祂的属性 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我们更加要和神 要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 阿们 所以到底我们的神 我们所相信的上帝 是一位怎样的上帝 是否当我有病的时候 当我有需要的时候 祂能够医治我 那我们才肯定 我们所相信 所跟随的神 是一位好的神 那是否当我有需要 我面对我生活的困境 那当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祷告 我们敬拜 我们向神呼求 神应许 神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 对我来说 祂不是一位好的神 所以 求神带领帮助我们 我们相信 当我们信主那一刻开始 圣经告诉我们 天上各样的熟灵福气 都已经给我们 阿们 因为我们的上帝 祂爱到我们的地步 连耶稣基督都给我们 所以 祂有什么是不要给我们的 所以 我们真的要 祝神有华月 到底 今天我们来教会 我们参加小组 我们参加培训 我们留在这里 我们团契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个真的反映出我们的信用的观念 所以 新的一年 我们真的要 望距背后 我们要 向前 向前 直往 阿们 所以求神继续带领 宜保 恩典堂 好用我们 而成的话 要继续去跨城 OK 所以 到底我们渴望些什么 到底我们一生所追求些什么 也都是反映出 今天我们来教会 我们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所以 当我们来到 这位爱我们的神 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动机 是不是好像 以往我们未认识神 我们未认识主 我们未接受主 我们去 我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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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奉其他的宗教 希望 在宗教里面 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好处 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意思是说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 我还没信耶稣的时候 我什么都信的 我什么都拜的 我什么都去求的 什么手掌 我都去 红手掌 青手掌 白手掌 九王爷 所谓的九王爷大帝 捐神台 等等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当我去 所谓的去供奉祂我敬拜的时候 透过这样的仪式 这样的模式 我能得到好处 但是 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刻开始 当我们信耶稣 我们已经相信 神就是我一生要跟随的神 我们不能够带着过往 以往那种的观力 来到教会 希望我们来到教会 希望牧师为我祈祷 能够得到好处 不能够 所以我们待会要 要透过《勞家福音》 第十二章 十三到二十一节 我们来到去看 到底我们的人生的观 我们的信仰的人生观念 是什么 OK? 如果弟姐妹 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我们 一样带着的期望 我希望我们来到教会 我能够做生意 我能够趁过年之前 我要起目标 我要撞一大笔 我告诉你 我们很失望 我们不能够带着 这样的动机 的盼望 的期望 来到神的教会 最终目的是 要认识 爱我们的神 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所相信的 有很多时候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祈祷 我们祈求 是安着我们的心意 安着我们要的东西 要神给我们 但是往往 因为我们要的时候 拦了神所给我们的祝福和福气 以至我们 跟随主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的信仰 好像没有什么能力 我们再不能够 活出信仰的能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带着这样的期望 带着这样的心情 动机来到神的教会 所以求神 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要重新来到认识我们的耶稣 重新的 和神建立和好的关系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真才主 真才主 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十三到二十一节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 和大家来读这段经文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父子请你 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第十四节 耶稣说 你这个人 谁立我作你们段时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謹慎自守 面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度丰富 第十六节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封聖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怎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掉 令盖更大的 在哪里好收藏 我一切的良食和财物 第十九节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作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水呢 第十一节 反为自己积才在神面前 却不附足的也是这样怨神 祝福他的话语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提到第十三节开始 中人 中有一个人 就问耶稣 问耶稣是什么呢 他说 父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 和我分开家业 这个人呢 就请耶稣来 做中间人 做一个好像律师那样 就叫耶稣说 你和我帮一帮我 我要分家业 我要分家产 我要和我的兄长分家产 但是耶稣回答这个人是什么呢 他说你这个人 你是哪个立我 作你们的中间人 这个律师 这个段时的官呢 如果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都好像这个人所要求的 主下你帮助我 主下你带领我 主下我面对很多困境 主下我失业了 主下我钱不够用了 有时候我们都不小心 好像这个人那样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家中 所祈求的 都好像这个人那样 但是 耶稣回答他什么呢 耶稣回答他 我到底哪一个是为你做这件事 到底哪一个 立我为你们的段时的官 如果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所祈求是好像这个人那样 我相信耶稣都好像回答这个人的问题一样 你是谁 为什么你会来到我面前 你为什么你不认识我 到底你认识我有多少 到底你认识爱你的神多 或者是你认识你所面对的问题多呢 有时候弟兄姊妹 我们面对困境 我们面对问题 我们面对处境 过于我们认识我们的神 有时候我们认识我们的问题 大到我们连耶稣都看不到 我们只是来到神的面前 神你带领我 神你帮助我 神你帮助我 但我告诉你 当我们祈求神的时候 神会帮助我 我会 但神要我们祈求的 不是为事情解决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更加认识祂 我们应该要祈祷 神你给我能力 神你给我智慧 很让我靠着你的能力 智慧去面对我所面对的问题 的困境 是不同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希望能够解决 问题能够解决 事情能够解决 但如果是神为我们解决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能够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不能够经历神的能力和智慧 所以扣神继续带领我们 耶稣知道他的心里面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 同样地今天 耶稣也知道我们心里要的东西是什么 神是知道的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认识他 和他建立关系 他继续跟众人讲第十五节 你要谨慎自守 面对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 什么丰富 我们在于生命 所以 今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再一次的我们真的 祈祷神继续带领帮助我们 阿们 所以我们继续来看 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十三到二十一节 到底一个真正的财主 我们如何去旅行 神所给我们的怀疑和信息 我们先来看 耶稣接下来说一个故事 来表达他的真理 这个故事是讲到一个很有财富的人 他为了要积存 或者他要收藏他的丰富的田产 去计划 要另外建立一个楼 建立一个仓房 货仓来装他的财物 因为他多到没有地方可以收藏他的财物 他的财产 他就计划另外建立一个仓房 来放置他的财产 但到最后他都不能实现 这个财主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到底这个财主这个有钱的人 这个rich man 为什么他到最后 都不能收藏他的财产家业呢 难道有钱有错吗 不会吧 我们赚钱没错 兄姐妹 我们有钱不是有罪恶感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优先次序 我们必须要对神的话语 要有熟悉 安着神的话语 来安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只要呼召去行神所给我们的计划 我们必须要一个大的蓝图 来安着神的心意 安着神的计划 来行神的道路 OK 那为什么这个财主 会到最后都不能实现他的计划呢 因为他出错了某些因素 我们等一下会分享 第一个是一个错误的基础 因为他一开始就有一个错误的基础 这个基础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周不时都会出现的 第十六节第十七节 耶稣就对这个人说 一个财主 有一个财主 他的产业 封盛 自己心里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 怎么办 封收是一个好的事情 但是 却被这个财主制造忧虑 这个财主就很快去面对他的问题 在这个为人的处境里面 他钱多到没有定 没有定 没有定 弟兄姊妹 他钱多到没有定 计划 去建 去 盖一个更大的货仓 仓房 来装他的财产 但是 为什么他到最后 没有实验呢 因为他一开始 就有一个错误的基础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自己为主宰 他以自己为自己的主宰 他以为自己可以控制 可以掌管他的生命 财主对自己说 我怎么办呢 我要拆在我的仓房 我盖更大的 什么都是我的 我的我的 第十八节又说 我要怎么办呢 我要将我的仓房拆掉 令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我要 我的 我要 我的 我要更大的仓房 为什么 我有很多东西我要收藏 一开始他就有一个错误的基础 他以为他能够 控制 以自己为主宰 等于我告诉你 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好像这一个人一样 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去面对我们的生活 每一个层面 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我们的难处的时候 我们都以我们自己的方法 方式 来到去面对 但我们却忘记神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很多时候都先解决的问题 用我们的方法 用我们有限的时间 但甚至乎用我们的金钱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的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我们人事的关系 我们工作 我们的甚至乎是在我们的受了角度里面 在我们的事逢里面 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过去 以往的累积 人生的经验 来到去解决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但我们往往却忘记 神是我们的主宰 神是我们一切生命中的答案 兄姐妹 有的时候我要神我的 神带领我 神帮助我 我的家人 我的家庭 我的工作 我的我要 没错 但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我们一开始 不应该好像这个年轻人一样 而自己为主宰 我们忘记将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 我们应该将我们的明天交给神 将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事奉 我们的健康 交给神 神你带领 神你完全的掌管 Amen 所以兄姐妹 教会我们真的要 成为一个真的才主 我们必须要让神来带领我们的明天 让神带领我们的下一步 OK 那么 第二个特别是 当人走到最成功最高峰的时候 就以自己为主宰 当我们走到一个 好像我们一帆风顺的处境里面 当我们生命走到一个高峰的环境里面 我们往往都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 我们忘记神 如果神不给我恩典的话 我真的不能够做 如果神没有给我的能力 没有给我的健康的身体 我真的不能够去赚取每一分 每一号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一切都是神的作为 我们必须要带着感恩的心 来到神的面上 多谢你 神 感谢你 Amen 我们要学习 新的一年 好像过往 2023 2022年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有守望爷 我们有感恩土会 上去每一个弟兄姐妹 感恩的都除开教会 除开组长 除开领袖之外 每一句 在他们的口 出来的都是 神的恩典 神的工作 神的信实 神的美 神的善 我们必须要带着一个感恩的神 来到神的面前 神多谢你 但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什么都不能够做 如果神不是你的恩典 我真的不能够走过 这个环境 我不能够走出这个困境 因为神你与我同在 Amen 所以求神继续带领我们 那第二 这个人除开 以自己为主宰 是第一个 而错误的基础 第二 以财物为他的依靠 以财物为他的依靠 只要他 糧食充足 他的物质丰富 他人生就满足 第十九节 他说什么呢 然后要 但是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那 你有很多的财物 即可作多年的费用 有钱 什么都不担心 一个错误的基础 他仪器的财物 为他的生命的依靠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真的不是依靠 我们的银行有几个零 你不要放太多钱 你有银行 一按就没了 最近有一个 touch and go 给你一千财物 一按你银行的资料 什么都没有 所以 你今天的开心 不开心 不是在于你的银行 有多了几个零 今天你开心 是因为神的恩典 今天你不开心 也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神带你我 Amen 我们不要 好像这个人 他以为他自己 真的有很多家业 有很多财物 有很多的粮食 我有就够了 一个真正的财主 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 今天你心目中 生命中 你有平安 有喜乐 除开 有钱 大兄姐妹 我不是说 我不是抵挡有钱的 基督徒不硬 不要 No 神要祝福我们 我们抵挡都不住 大兄姐妹 但是我所告诉你 我们必须要知道 赐福 金钱 给我们 丰富 给我们 有更多的粮食 给我们 家度 丰富的是 神 不是我们 我们不能够 以为我们的自己的主宰 我们不能够为我们的生命 生活 来到去烦恼 为什么呀 为什么我赚到钱 为什么人家有花行三个月 我没有三个月 我有一个月 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来烦恼 Amen 你有神 你有神 就应该知道 神 有你生命中一切的答案 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相信 不论我们所相信 我们所相信的 今天我们来教会 到底我们相信 我们所相信的吗 或者你相信环境 你觉得每一个星期 我们白一到白六 在社会 在工作 在场所 在家庭里面 我们面对很多困境 面对很多压力 面对钱不够用 就两个星期就过年了 面对我们健康的问题 刚刚礼拜日 来到主日 希望能够来到主日里面 听神的话语 牧师为你祈祷 星期一又出去又去打仗 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 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 我们的生活应该是 用神的话语来到去强化我们来心的怨恙 当我们出道去打仗的时候 当我们去职场的时候 当我们去到我们的生活的崗位里面 我们面对什么问题 我们都不害怕 因为神与我同在 神与我同行 Amen 所以求神继续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不是真的有钱大傻 不是 钱大傻是王 卿是王 Hallelujah Amen 确实是万王之王 万君之君 靠神继续带领我们 我们看这个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那什么换生命呢 我们必须知道 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 Amen 所以为何我们说一个 以自己为主宰 以及以财物为依靠 是一个错误的基础呢 因为这个理想 这个想法 是因为往往 蒙蔽我们的眼睛 来去认识神 蒙蔽我们的眼睛 去跟随神 我们只是觉得 我幼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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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在你老神的面前 我幼稚幼稚 家庭幸福 未满 子女听话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礼拜来到祷告一下 给一下奉献 有时间又来 没有时间又来 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 的生活 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是 无论我今天面对什么问题 什么处境 神啊 你是我一生要追求的耶稣 你是我一生追求的 无论接下来 2024年25年 我面对什么问题 我都选择一生 跟随你的脚步 永远不离开你 Amen 扣神带领 帮助我们 强化我们的信仰的观念 弟兄姊妹 好让我们的信仰 能够在外面 能够活出信仰的能力 这是我们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 Amen 第二个 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一个真的才主 我们不要一个错误的基础 我们不要为自己为我们的主宰 而我们的财物为我们的依靠 我们的依靠 我们要依靠神 第二呢 为什么这个才主到最后结局都不能够成全他的理想 而建一间更大的仓房士多 来装他的财物呢 到最后他有一个悲惨的结果 悲惨的结果 神称这个才主为无知的人 第二十节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死 神称这个才主为无知的人 耶稣在二十一节说什么呢 凡为自己的积财 在神的面前却不附足也是这样 我们赚很多钱 我们做很多东西 甚至乎我们去赚钱 我们来到教会都不去 又不参加小组 为何要赚更多的钱 为何要Hit Target 为何要满足我们的生活的费用 往往我们都忘记了神 但这个举动 告诉我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到最后这个才主无法不能够成全 不能够成功的 成就他的理想 这样 这样 刚才我们所读的 凡为自己的积财 在神面前却不附足的 也是这样 这样是什么 讲白一点 你赚这么多钱又怎样 你的意思是这样 你赚这么多钱 你赚很多钱 你赚很多钱 你赚很多房子 你赚很多格格 你赚很多钱 你赚很多钱 我们赚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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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 能够满足 但是在心里面 在生命里面 告诉我 生命不能够掌管 没有人知道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没有人能够知道 我们聚会过后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没有人能够知道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没有人能够知道 下一步是什么事 唯有神清楚明白 我们的生命是下一步 我们的生命是下一分钟 我们的生命是下一分钟 我们的生命是下一秒 上个月 去年 一班人去到巴登加利 去参加这个 Organic Farm 去搭露營 去露營 原本是一件 很开心的事情 学校放假 家人带小朋友出去露營 但没想到 会遇到肚崩的事情 事件的发生 没有人会知道 弟兄姊妹 没有人会知道 下一步会是什么事 换句话说 我们的生命 不能够完全的掌管 好像这个才主一样 他想自己的钱多 到最后 不能够实现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够掌管 他的生命 和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健康 交给上帝 神你掌管 神原本我一无所有 神原本我活在黑暗的里面 神原本我活在缺乏的里面 我原本活在一个软弱的生活里面 因为你的恩典 因为你的爱 使得我在黑暗里面 走出 走入 光明里面 是因为主你的爱 的原因 使得我在缺乏里面 走向 封盛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 把我们的婚姻 夫妻关系 把我们的亲子 我们的小朋友 有时候 我们面对小朋友 叛逆 刚刚 踏入青少年的道路里面 不同 好像以前 你叫做什么都做 反而现在你叫做什么都不做 你叫做一就做做做二 你叫做二就偏偏做一 这个我们不要叫他做 拍这次 叛逆期 我们知道他现在正在成长 我们必须要从神的智慧里面 如何跟他沟通 如何跟他建立关系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小朋友交给神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健康交给神 在我们职场 我们工作的环境里面都一样 为什么人家 我同事 他做工这么轻松 为什么得到这么多人的赞赏 为什么这么多人 喜欢他 为什么我 我好像 孤立 独孤 吃饭自己一个人 下班自己一个人 为什么 交给神 神带领 神向你启示 神向你说话 在我们侍奉的岗位也一样 为什么我 我付出很多 我早来 辞退 我出钱出来 但是 为什么我的侍奉 的 果效 不如其他ifer 尜如我所要 交给神 不能够靠你自己 你不能靠你的能力 不单止靠你的财物 不是你出钱出力 你所做的事就能够成就 就像这个财主一样 开始已经是一个错误的基础 第二来到一个悲惨的结局 求神带领我们 我们真的不能够掌管我们的明天 阿们 第二呢 财物不能够享受 这个财主 他有家道丰富 圣经告诉我们 他粮食足够 可以作多年的费用 但是财物不能够享受 他享受不了 到最后他都享受不了 很多人说 只想拥有却不会享有 你不是说什么 我只是想拥有 我要卖 我要卖 我要这个 但是享受不了 只想拥有 但是不会享有 你想拥有 但你享受不了 就像这个财主一样 今天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财主 我们必须要享受神所给我们一切的恩典 帝兄姐妹 我告诉你 我们不是忍受生活 和你旁边的说 我们不是忍受生活 不是忍受 是享受 我们是享受 我们不是忍受 啊 又你无我 又我无你 早知我不来 看到你 我就不会来 可不可以 有吧 有不有 不是忍受 是享受 神让你 在你生命里面 将一些人 放在你生命里面 是要你去 什么 不是忍受 是欣赏 他们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覺得別人不好 別人不好 別人不好 但是反過來 別人都覺得你不好 弟兄姊妹 不是全世界你最好的 不是全世界你最適合別人的錯 特別是我們作為神的御女 我們在愛的當中 我們彼此包容 彼此建立 彼此扶持 彼此相愛 這是神的心意 阿們 所以求神繼續帶領我們 這個才主真的不能夠享受 祂所得到的東西 我們看二十節 你所預備的要歸水 有錢 但是沒有生命去享受 有錢一定能夠享受 你給我選擇 有錢也是這樣過 沒有錢也是這樣過 那當然有錢也是這樣過 對不對 我不是提倡 我不是支持貧窟神學 要作為傳導人 作為牧師要修煉 要不可以享受神所給我們的風性 不是 我們必須要知道一切都是從神而來的 但是當神給我們的資源 我們必須要按照神的心意 來去享用 來去享受 不是單靠自己的能力 不能夠單靠自己的財物 為我們自己的依靠 作為一個真正的才主 我們必須要來到神的面前 Amen 我告訴你 我的哥哥 在德國二十多三十年 那又回來了 他不是那個公民 他還是PR 是德國一間餐館 一早做了二、三十年 同一間 沒有轉過工的 那間中幾年回來一次 幾年回來一次 最近MCO到現在 有三、四年都沒有回來 那他去德國 他在第十年 頭過十年 那當然賺到錢了 然後回來宜保 買兩間屋 那是貨幣購買的 買開就走了 千萬元走 大街的屋 早幾年前已經賣了 搭人放了出去 為甚麼呢 沒有人住 生了青草 那些泥巴 那些鐵線網 把那些窗花給那些道友拆掉 那我 那是不是去翁 擁有兩間屋 我哥哥有兩間屋 賺到錢了 但是 轉不進去 享受不了 人在德國 有兩個屋又怎樣 就像剛才所說的 你有那麼多錢 要怎樣 又怎樣 你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賺到錢又怎樣 有屋沒得住 有車沒得開 所以求神帶領幫助我們 Amen 我們知道一切從神而來 我講一句話給大家聽 有兩個美國的鄉下佬 出城 他們這兩個就很希望去到紐約的大城市 終於這兩個人就決定了 阿牛出城 去到紐約這個地方 來到一個大的城市 紐約的城市 租了一間酒店 酒店有八十尺 不是八十尺 八十層樓 那麼高的 為什麼呢 他們說我要住最高 希望能夠看到整個夜景 去到那裡租了一個Hotel 就要準備出去 出去的時候 這間Hotel就很特別 為了要省錢 每一到十二點半夜 那個升降機 那個升降機 就沒有電力了 沒有電力了 那這兩個鄉下佬 就準備出去聊 把鑰匙交給這個catcher counter counter最三分配 說你們一定要十二點前到 不要搞笑 不是這個升降機會停電的 OK OK 明白明白 收到收到 然後就出去 玩玩玩到 忘記的時間 十二點回到來 大鑊 升降機的升降機 沒有電力 那這兩個就 沒辦法 沒理由去大拼過夜 那就爬樓梯 八十層爬樓梯 怎麼爬 其中一個人說 不如我們說笑話吧 你說一個 我說一個 你說一個 我說一個 每一層都說一個 到你又跟我說一個 終於 終於 第四十層 你們說到我說 第六十層 第七十層 到第七十九層 到我跟我說 我跟我說 姚珍 我跟我說笑話給你聽 好不好 我忘記拿鑰匙 我忘記拿鑰匙 我跟他說 我走低 怎樣 是不是好笑 沒有看到 我兩個終於笑 這個是笑話 OK 在笑话里面 在两个乡下路里面 是不是很多时候 我们人生的生命 生活的写照呢 我们做很多事 我们走很多人生的道路 甚至乎我们来到地 好像这个故事 故事一样 我们来到我们生命 我们人生的地 七十九层 但到最后我们忘记 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在祢老神的面前 去拿锁匙 去拿一把 为我们开人生的道路 那个锁匙 有时候我们真的 好像这两个乡下路一样 我们做很多事 我们做一些 做一些出钱出力 但到最后我们忘记 做最重要的事情 今天 你走到大几层 独立今天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已经走到大几层 希望不要走到第七十九层 第一层就好了 第一层就好了 没有走冤枉了 有时候我们用很多精力 物力 时间 金钱 我们 我们去解决 我们觉得能够解决的问题 但到最终 到最后都不能够解决 我们原地的塔堡 但我们忘记神 就在我们的左右 我们忘记神 就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忘记神 就是我们的平安 我们忘记神 就是我们的医治者 我们忘记神 就是我们的得胜者 我们忘记神 我们忘记神 我们看到很多问题 我们面对很多处境 我们看到很多问题 困境 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主宰 而蒙蔽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一直都没走 神在等着我们 神在为我们招手 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我们的侍奉 我说的里面 一直都呼召我们 我们看不到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要做一个真真 生命中的才主的话 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 Amen 我们有一个智慧的选择 第三也是最后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 真才主 我们必须要一个智慧的选择 我们必须要选择 顶着没有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一直都选择 我有说过 待会聚会之后 我们选择吃什么 陆友记 郑中成 或者Michelle煮饭 或者T place 我们都选择了 对吗 当我们小朋友 开始长大的时候 我们都选择 让他们进去哪里好些 MRC好些 或者这里好些 或者Home School好些 我们都选择 都可以大一点 入那间书馆 姓母 三德 或者是霸针 华销 近一点 不要说 姓母好些 精英班 我们都在做选择 大了 我们要进一间大学 南蛮好 散尾好 怕好 我们都选择 我们要选择 选择 对象 选择 选择 都在我们一生里面 我们都在选择里面 导入我们的生活 但今天我们有没有选择 智慧的选择 来跟随神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来到神的殿宗 来到神的家宗 我们选择的是什么 我们是否选择 要更加认识神 我们是否要选择 来到依靠神 或者我选择 今天我没有事做 你教会 或者我选择 旅行 我的信仰 生活的方式 希望给奉献 神会祝福我们 求神带领我们 Amen 首先 我们必须要 依靠生命的主宰 我们要选择 神啊 你是我生命的主宰 我要依靠的是你 我不依靠环境 我不依靠我自己 我不依靠我银行 有几个灵 我要依靠的是你 因为你是我生命中的主宰 你掌管我生命中的一切 你掌管我的明天 你掌管我的下日报 你掌管我的家庭 你掌管我的师父 神我要为你 以你为我生命中的中心 我要高举你的明智 直到永远 神就对于一个财主说什么呢 第二十节 今天就要你的灵魂 你而自己可以掌管生命 我们真是掌管不了 弟兄姐妹 讲很多次 重要的事要讲很多次 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 将我们的明天交给神 将你的忧虑 你的难处 你要相信你所相信的 所以跟你旁边说 你要相信你所相信的 Amen 你必须要相信你所相信 弟兄姐妹 如果你不相信你所相信的 那你所相信的又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宗教的模式 的生活模式 每个礼拜来到这里 敬拜赞美 诗歌好听就唱嗨一点 书歌不太熟 就踢着头拍手掌 给了奉献 然后拍摄桌椅 吃午餐 明天又要面对你的生活的压力 面对你家庭的压力 面对你小朋友的压力 这个不是神给我们的生活 神要给我们更丰盛的 神要给我们更好的 但是多时候我们 有一个错误的基础 我们没有一个智慧的选择 来跟随神 所以希望2023年 我们真的要一个全新的 去重新的来认识神 我们才能够奋勇前进 Amen 如果不是我们 口号 怎样跟 跟黄牧师 跟不过黄牧师 我认识神 我认识家 加添你力量的神 我们才能够奋勇前进 Amen 所以顶姐妹我们要准备好 我们看约翰风音第十五章第五节 我认识神 我们是完全忘记 我们不能够离开神 神绝对不会离开我们 同意的Amen 神绝对不会离开我们 只要我们离开神 因为环境里我们离开神 我们尋找我们 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去解决的能力 的方法 的计划 金钱 使得我们离开神 要赚更多钱 要加班 要OT 不做不行 没什么是不行的 弟兄姊妹 没开神就真的不行 没开耶稣就真的不行 没什么是不行的 没什么是不能够的 但是我很相信 没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什么都不行 什么都没得谈 因为离开神 我们不能作什么 是神的怀疑很清楚 告诉我们 离开神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可能你觉得可以做 但是短暂 不能够长久 好像这个才主一样 到最后他都不能够实现 他的理想 来盖更大的方畅 来装起的财物和粮食 今天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 好好地认识他 Amen 神的生命是 我们人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 但是如果离开神的话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们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 求神继续帮助我们 求神继续帮助我们 最后要享受真真的付足 享受真真的付足 第十五节耶稣说什么呢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耶稣最后在二十一节说什么 凡为自己的职财 在神面前却不付足的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神 寻找神 在神里面我们得到付足 得到丰富 Amen 所以最后有一句话说什么 一个人心中所有的越多 去向外的需求就越少 过度需要外在的支持 正是外在破产的证明 我们心目中 爱很多很多 要我要我的 我要的 那我们就一直在外面 需求 我要更多 要更多 但如果 过度需求外在的支持 证明里面是没有的 为什么没有呢 你依靠自己 你不是依靠神 我们不是依靠神 我们依靠环境 我们在那里 那里捉 那里找 那里振 那里振 但到最后 我们都不能够得到 生命中的满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忘记在神 我们必须要把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 弟兄姊妹 Amen 那到最后 回到我 开始所说的 耶稣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 和你 最后 说一次 耶稣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 有神 有时候 神听我们的祷告 但不是每一次祷告 神 耶稣都按着祷告给我们的 弟兄姊妹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神知道 但不是每一次 你祈祷 神就应该要给你 神不是应分要给你 当你求A的时候 或者神说 A不会给你B B会更好 或者当你祈求A的时候 神说 时间未到 等我时间到 我才让你A 你又在那儿等下 当你祈祷 你祈祷A的时候 神说A不要 我让你知道你要不要 好过没有 你不要一直A 我要我要我的 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这样 不是按照你的方式 来到神的面前 神祢给我 神我每个礼拜祈祷 神我有奉献 我又给十一 我没有停止过聚会 但当我有需要的时候 神祢要给我 那你做神 让神做神 Let God be God 祂才是我们的神 祂才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 祂有一切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是 我们的责任是有一个智慧的选择 来跟随神 安着神的蓝图 安着神的计划 安着神的心意 来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和祈祢 Amen OK 我请敬拜团队 我们上来 我们用点时间 你去敬拜 好吗 我们用点时间 你去赞美 我们唱第二首歌 好吗 没单上我 真一年 名字姚 我们可不可以赞美 我们好好敬拜阿文 我们用点时间来敬拜神 我们用一些时间来去亲近神 来到聆听他的话语 透过敬拜 透过赞美 神对我们说话 我们换一个方式来去亲近神 神乐意愿意跟我们说话 我们暂停 在我们思想里面 待会我们要吃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处理什么 我们要去面对什么方向 好好地来到神的面前 亲近 透过敬拜 透过赞美 神向我们启示 神向我们生命中说话 哪怕是一句话 一句字 我们赞美他 Hallelujah 每当我再让你自身容颠 每当我在爱中 要忘你 在你荣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观察 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里 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宠 在你荣耀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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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在你荣耀光中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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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着 为要敬拜你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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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活着 为要敬拜你 好好地敬拜 我们从头就要唱一次 Amen 是的耶稣 感谢你耶稣 Amen 来到神的面前 在你荣耀光中 Amen 所有一切都失去观察 Hallelujah 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里 我全心成为你 我全心成为你 爱的宝座 在你荣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观察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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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Amen Amen 我敬拜你 主要我选择 来到你的面前 你敬拜 赞美你 耶稣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耶稣 是的耶稣 我敬拜你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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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主我愿意 享福在你的面前 领受你 主 Hallelujah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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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神呼求 向神呼求 求圣灵再次 标冠在我们当中 向神给我们新的方圆 新的一年 向圣灵呼求新的方圆 新的诗歌 新的仪像 主要我们向你呼求 主要你的百姓 聚集一起向你呼求 主要向我们启示 主要向我们说话 主要向我们教会启示 主要向我们教会说话 哈利路亚 向我们当中有需要的 主要向我们生命当中说话 带来我们 主要帮助我们 更生我们 哈利路亚 更生我们与你的关系 耶稣 哈利路亚 主要向我们教会启示 主要向我们教会启示 我求你介入在我们生命 每一个层次 每一个层面里面 主我们欢迎你 哈利路亚 主我们欢迎你 哈利路亚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 我一生活着 神的爱就在我们当中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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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耶稣 我敬拜你 好好享受 我敬拜你 选择敬拜祂 我敬拜祢 Hallelujah 我一生活着 为了敬拜祢 我一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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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着 为了敬拜祢 我活着 为了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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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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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Hallelujah 主我们欢迎你 主我们欢迎你 主我们爱你 主我们宣告新的一年 是一个新的一年 是一个新的开始 神说 神说 他要赐下 新的能力 在我们的一年 在我们的当中 是一个新的一步 就到今天 2023年 主我们相信 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都是你的爱 在我们当中 自由的混合 做的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做我们的抱怀 做愿 stage 祢可以开去 祢可以开去 祢可以 pin 祢可以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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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可以开着 主祢的计划的里面 主要求祢给我们勇气 给我们能力 给我们信心 能够前进 能够跨越 神祢所给我们的计划和明定 主要为了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 献上感恩 感谢主我们见证 一帮忠心又良善的伯人 继续仍然在祢的家里面 继续侍奉我们献上感恩 主要求祢再一次 彰显你的能力 你的爱 你的平安 你的意志 在我们当中 主祝福我们 好用祢的话语 打造我们成为一个真财主 我们不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不依靠外在的物质 为我们依靠 主我们宣告 我们所要依靠的是祢耶稣 帮助我们 多谢祢耶稣 再一次 将主你的教会 你的羊群交给你 主我求祢掌管我们的明天 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们感谢祢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靠耶稣 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再一次给神 最荣耀掌声好不好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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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大家将时间 交给牧师 即場上的訊息,Marketplace Messege 即場上的訊息 Marketplace 感謝主,為何說到一個真正的才主 我相信坐在每一位坐著聽的訊息 如果我們真的要看到上帝的祝福 其實馬太封印跟我們說得很清楚第六章 上帝叫我們一個人要成為一個真正的才主 要得積財在天國 上帝叫我們尋求祂的天國以祂的公義 上帝說一切都加給祢 Amen 所以我鼓勵你們在一個新的一年 上帝更祝福祢 你要學到,不要忘記祂 不要讓今天物質的世界,將你的心跌取祂 你生命的次序要做得對 在新的一年跟主說 主啊,祂在我心中是第一位 我是依靠祂的 我已經為一個訊息說 要打一個對的根經 也沒有錯的根經 給大家知道 讓大家知道 走在主裡是無福無恩的 生命不是在我們的手 我們不可以掌管到一切 你或者可以做工、策劃 家庭可以策劃 但是好像剛才的訊息跟我們說 未來的日子 你和我都不能掌管到 掌管那個是上帝 如果你要將一切的東西交給祂 交給祂 交給主的手 上帝在那裏指示祂 上帝的真理就是你腳前的燈 上的光 所以弟兄姊妹 我記得 我們都很感謝劉傳道 因為為什麼呢? 他真的很有個心 我邀請過他幾拜 我離開幾拜 他都每一次說 牧師不用給我服務 牧師不用給我服務 記得不用給我服務 我相信上帝會很相配祝福他 這支是個故障 多謝他 多謝他來分享 為什麼我今天稱為職場常的訊息呢? 因為他自己是一個生意人 雖然他是一個傳道人 他是一個生意人 他所出我出社會做他的生意 在這個時候他仍然都很有個心 去幫助他模仰教會 我相信他帶著這個心 是一個好的榜樣 今天給我們教會 那些做領袖的 都在他的生命 可以學到一個好的功課 事奉的可以學到一個好的功課 你問我們是不是真的 我出社會做功 我們就沒有時間去服侍 事奉神呢? 不是 所以你看到他的生意做也好 我要站在門口等很久 最好笑的就是 他出來說 給你一個小牌 我打算看醫生才拿小牌 原來他現在去的茶餐廳 吃東西真的要站在門口等 拿小牌 我看到也好笑 去幾拜 晚上去 下午去 都是要拿小牌 要站在那裡 我相信上帝很祝福你 是因為你的心有上帝 所以一個是好的信息 為什麼我告訴你 即場上的信息 就是 因為他一直在分享的時候 我很感謝主 他用這個主題 在新的一年 是說真正的才子 真正的才子 不是在你的財民 不是在你的銀行的戶口 有多少 真正的才子 就是精才在天 你曉得 想到上帝 你曉得 紀念到上帝 你的心有上帝 上帝的心都有你 這個很重要 大家在你做個結束祈禱 阿爸天父 我多謝你 今天早上 你用你的福音 帶來一個很鼓勵的信息 在新的2023的一年 你教導我們 開始得好 根基要打得穩 這樣我們就看到將來 主啊 無論是我們自己個人 是為了我們的家庭 為了我們的事業 或者圍開教會 主啊 當我們曉得做得對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天窗打開 你的祝福降臨 你的榮耀降臨 主你的恩 你的恩從在我們的身上 你是以我們同在的 主我們多謝你 多謝你 將你的真理放在我們的心 使我們接下來的日子 在事上提醒我們自己 我們的生命的次序 要做得對 主我們多謝你 榮耀是歸於主你的 祝福每一位 今天所出職的 多謝主你 我們祈禱奉靠耶穌基督聖命 Amen 上帝祈福你們可以平安散會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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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這兩次 祝福你 祝福你 下午五次 求酒